上排四个月跑了几千公里 然后要亏掉十来万块钱 现在这台车19万八兄弟们 来来来不到20万 一台加州的原型升顶车 能下低库能通行 并且是柴油8AT自动的 五个座椅两张床 这车行吗 各位老板来自福顺的黑天鹅 硬升顶车啊 两张床五个座位 不到20万 全自动的升顶 遥控器在我手上 你就轻点它 自己会拼出来一个硬升顶的方 这小感觉 说实话 这是一台存在超齐的车 但是好的布局 界限一下也没有关系 原型来自加州 在这个地方是它的操作台 并且这车呢 还配了一个85升的清水箱 没有装冰箱 但是给大家配了一个大冰柜 下面还有储物的抽屉 怎么样 也不用担心在车里粘不起来 这两块板上掀之后啊 人是可以在车里粘起来 硬升顶的好处呢 就是这样 它和软身顶比呢 防风保温性可能更强一点啊 并且两边有窗户 上面一张床 下面一张床 横拉这个床板 整个往下压 目测一下 这张床大概有2米4米5的长度 1米34的宽度 睡两个人也是轻轻松松吧 那大衣柜 如果我们行李比较多啊 日常过程中 不平床 就是这种状态的 一个三座的大沙发 在这里还有一个折叠座 全新的还没装 回头我给你装上 折叠的啊 加州的原版车型 来上上面的卧室看一下 上床很方便啊 看 就上来了 一把这里放下来 是不是很简单 我身高快1米9了啊 然后站在里面 坐起来是不顶头的 在这里还有个灯 然后前面是这样子 两个锁纸的开关 降下这个桌板 它就是一堵墙了 也没有关系啊 如果你要看风景的话 它还有个窗 我要睡觉 防纹隐私 都是有的啊 保温性能也可以 如果你不需要它 直接把它合上就行 坐在这里 看见外面美丽的风景 再试一下床的长度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像我这个身高 躺在里面 躺个两三个人吧 假如有四五个人出行啊 这台小车真的还可以呢 上下车都很方便 推上去之后 就会感觉这里的层高啊 比那些大棚车要高很多了 后面就是它的多功能区了 在这个地方围上浴帘之后呢 可以洗澡 可以上厕所 并且呢 它给你配了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在这边还有一个抽拉的灶台啊 我们放上卡式炉就可以做饭了 那要做饭的时候需要桌子吧 在这里还有一个啊 那放下这个桌面啊 这里做饭 这里切菜啊 都很好 然后在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户外的淋浴花洒 毕竟这台车呢 还配了一个电池水器 400的锂电池 3000的地变器 另外室内呢 卡座区在哪里呢 沙发和前面的旋转座椅 刚刚好拼成一个对卡座的空间 一台4米9的小车 你能想到的它都有 除了没有我们的固定卫生间啊 但很多人也不太喜欢那个东西 在这边还配了一个2米5的户外遮央棚 打开之后享受我们的户外生活 19万8包牌包税